欢迎老妹 二十三岁是吧 对 是 你留个小胡子 酷是吧 不是 因为这部结婚了 得显得 不不不不 大声的歌是大家 这部结婚了 所以得要显得成熟一些 结婚的概念是办九席 还是领证你不告诉我 领证 领证 你现在在读书对不对 对 大二 大二 对 我们只能说现在 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只要到了法定年龄 就让你结婚嘛 对吧 你们俩是认识多久 打算结婚的 就我们大一的时候 认识了他 然后那个时候他大四 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以后 一定要结婚 为什么呢 然后我觉得就是 谈恋爱就得踏实 对对方负责 所以结婚就是负责是吧 对 就是对感情认真 双方父母也同意啊 同意 我当时是这样 跟我妈妈讲的 我觉得感情稳定下来了 我可以更加用心地读书 他可以更加把 就是注意力放在工作上 然后我觉得对彼此 是有好处的 学校老师怎么看 同学怎么看 羡慕你吗那些同学 羡慕 两位今天来是因为什么呀 就感觉结婚之后 跟双方设想都不太一样 结婚多久就不一档了 就是小半年 结婚之前的时候 感觉他挺宠着我的 然后什么事情 也挺迁就我的 然后结婚之后 他又对我要求就变多了 就一点都不理解 我不体谅我 那咱们详细说说呗 就先大四的时候 我认识他 那个时候他要怎么样 我就陪着他 都满足他 但是现在我这已经不是学生了 我也得正式工作了 就不能像以前那样 但是他还是很连人 还要我有时候陪他就上课 就打个比方说吧 就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 陪他就上晚课 然后那老师把我赶出去了 他当堂就想和老师争议一下 我就害怕了 他因为这个事 这课就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这个老师他自己也有错误 我们大学里面是没有明文规定的 就是说这个课 不是你的课 你就不能过来 而且当时你在课堂的时候 你没有影响到任何人 他把你赶出去 然后纯粹是因为他自己一个 思想古板的原因 而且就是那么多人 他当众把一个人赶出去 我觉得他就是不尊重人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有权利 然后质问一下他 你是不是不尊重人 我觉得人人平等嘛 对吧 学校既然把这一门课 安排给了这个老师 那他作为这个任何老师 他是有自己的权利 来维持他自己课堂的秩序的 没错 那就算你就抛开这个角度 我愿意陪着你 但是我陪着你的时候 你那心思肯定就不能放课上了 你还会分出来给我 那说到这个事情 我还要问你了呢 你不觉得你很多时候 就一点主见都没有 然后你给不了 我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吗 我怎么没主见呢 我之前大一的时候 我想转专业 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一些 就好的建议和意见 然后结果你什么都顺着我说 但是那你这 然后最后我就 我就错过转专业的时候 然后再到考ABCA这个事 我当时跟你讲说了 我想考ABCA 然后你跟我讲 那好 我支持你你去吧 然后最后我名已经报了 我五万多块钱的学配已经交了 然后你再跟我讲说 好像国内CPA更好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 你和我说了之后 那我也去马上去问我 学会计的一些同学 问出来说 他说就是国内的话 CPA的认可度比较高 然后我知道了 我也马上就告诉你了 他告诉我的时候 你已经把学费都交了 那我还能让你把学费退回来 然后你要说你要转专业转不了了 你要学一些别的 那我肯定支持你 我不可能耽误你的前程 但是我感觉也现在 在你的那个概念里头 觉得我每天从来不学 我每天很闲一样 那我回来 就等一下我带了一个东西过来 就麻烦工作人员 然后把我的本书带上来 啥意思 就这个是我学ACCPA的书 他平时觉得 我好像从来不学习一样 觉得我很闲一样 然后这样给他看一看 上面写满了左爷爷老师写的字 是你写的是吧 是我自己写的 对 要看看吗 我封面都学没了 这个我相信大家 这会儿可能有点恍惚啊 就是你觉得好像 这是一个一对学生情侣 其实人家是一对夫妻 大家会说怎么夫妻谈这个呢 其实夫妻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 也是分阶段的 在他们这个阶段 肯定是跟他们生活最密切的事情 发生冲突 男生是希望女生能够好好学习 对吧 对 因为我在家里 我也没见他 就是花心思学习啊 我下午三点钟下课 我一到家已经四点了 我要马上买菜 做饭等你回来 你吃完饭之后我又心疼你 我不舍得你做其他的事儿 然后我要洗碗 我要做家务 有时候我在家里面洗衣服 洗衣机里面洗嘛 然后有时候就会忘了晒 就放三四天 然后你怎么不知道 把它拉出来晾一下呢 洗衣服你丢进洗衣机里 那又不是你自己在洗 就算是这样子 那我平时我自己在家 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学校那边 找了个小区里面整租的房子 然后我平时 我自己的娘家就是杭州本地的 然后因为这样子 还要住在一起 自己的娘家 那不一样 那不就我也不跟自己住在一起 那不就是娘家了吗 行行行 那就娘 对 行 然后我因为她 她要我陪她 那我肯定白天上班 晚上下了班 回来陪她 那我 以前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 我衣服全都是手洗的 这样我觉得 小匠洗衣服嘛 你丢洗衣机里 你还是说你自己洗的了 何记得你还嫌弃我没手洗是吧 我每次用洗衣机 就是洗衣服 晒衣服 你该有个关键思维吧 那我看见了 我也会晒啊 那好 那好 我算你没看见 那那一次就是我实讯那一次 我走之前 家里面一桶脏衣服 在卫生间里放着 我回来之后还有一桶放着 我实讯出去三天了 一总不知道把洗衣服晒一下 那你那一天 我不是和你一起出的门 我把你送上了车 你就跟车一起去了 然后我就 你周末不在家 我就回忆一下我自己娘家 有问题吗 很难理解吗 不难理解 而且那平时因为 他就是以前就是外地的嘛 从小和妈妈两个人住在一起 习惯了那个 就是比较小的 安静的一个生活圈子 你还知道 对啊 那我家里面 所以你这人多 人一多 你又回去 你又不开心 你就不乐意回去 那你不在 你不在的时候 我回忆一下家怎么样吗 你能不能为我着想一下 我一个外地人 我每次回他们家 家里面一大家子 就跟我说话 然后讲一口方言 然后我一句都听不懂 我连梦带猜 然后我就是还跟他们 就是强颜欢笑 两三四个小时 我多累啊 人家老年纪大了 不会学不会普通话 不会讲普通话 只能讲方言 那我还去怪人家 我说你不行 你不能对我老婆讲方言 你要讲普通话 这样可以吗 那我就听不懂 你还怪我了 那这方言 那我能怎么办呢 你没办法跟人交的 我痛苦你懂吗 那我也没不给你翻译 我也教你啊 蓝一句啊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没结婚之前 这个矛盾没有吗 没去过家里吗 去过 很少去 谈恋爱之前 因为他说他结婚之前 他就和我说了 他说以后 不希望和家长住在一起 我也答应他 同意他 我说可以的 好的 那我结婚做不严美洲的 陪你回去吗 不是 打小是跟母亲 住在一起 对 因为我小时候 我单亲家庭嘛 我就跟我妈妈在一起住 然后家里面人一多 我就真的不习惯 我有爸爸 宜水 我家里有爸爸 我家里有广